AA伦敦建筑联盟在前院长阿尔文·伯雅尔斯基的带领下 建构出新锐建筑师们各自前卫交锋 同时合作交流的平台 中泰美术馆与阿尔文·伯雅尔斯基典藏共同策划 展出伯雅尔斯基珍藏的建筑绘图 以及AA出版的限量作品集 带领观众重回那个建筑教育上 充满变革及思想交流的时代氛围 相信一种对话跟实作的教育法的可能 那么也藉由各种出版发表 那么来创造这个改变的世界 是我认为当时AA最特别的地方 那么我们到现在都还很少看到几个学校 像它那么有规律的 每一年都出学生的作品集 半年或者是一季 各出一字的建筑学报 而且那个深度非常的好 我们还很少看到一个学校 这么愿意去办学生的作品的展览 相信年轻世代的创作力 跟相信建筑是可以用实践的方法 用脑思考 用手来实践的方法 这个信仰其实是在当时在小建筑学院 是非常可观地创造了不可思议的改变 本次展览为亚洲首展 展出包含绘图 绝版出版品 以及纸本资料 近百件的珍贵典藏 其中不乏目前已经赏育国际的建筑大师 雷姆库哈斯以及杂哈哈蒂等人 与新锐时代的绘图创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桌子好像在空间当中摆动 可是同时又像阿拉伯文字的书写方法 那这个摆动将来就会在它逐渐地 又摆脱了直角的造型以后 变成它后来这个建筑创作后期的各种这种自由曲线 像这样子的事情 在电脑本身还没办法那样做的时候 它已经用手做到了这些 所以它具有极大的开创性 那或者是说刚刚我也提到的这张画 叫做世界 The world 它也叫89度 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你可以看到都市的格子做了变形 这其实是伦敦 这泰伍是河 都飘了起来 然后这些都市里面的城市的丰富的格子 变成建筑的这个基底 然后建筑飘在这上面做各种变形 产生了新的形式的可能 巨变AA伦敦建筑联盟的钱瑞时代 将从5月8号起展出到9月5号 中泰美术馆 期望透过展览 呈现建筑绘图所激发出的想象空间 也为当前的建筑教育提出新的可能 记者林熙慧 台北报道